欢迎来到 爱家好医生 你一定听过台语 有在一句话 就是叫做胎哥 就骂人家很脏的意思 那其实胎哥代表的是一个疾病 就是以前的这个麻风病 有读过圣经的人 应该都知道麻风病 在圣经里面是被污名化 很严重的一个疾病 甚至它不被允许去跟人接触 而且还会被人家说 你一定有罪啊肮脏啊等等的 但你看到了21世纪 我们现在知道麻风病 它是一种感染 传染性的疾病 你只要用药对了 它就治疗好了 你就不用再隔离它了 所以当我们对一个疾病认识的时候 我们了解它的病因 我们解决根本的问题 我们就会去除心中的恐惧跟害怕 而且排掉那些歧视的 那些不好的一些行为 以现在台湾目前 我觉得最需要被化解歧视的 可能就是艾滋病 因为就像艾滋病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病因了 也知道怎么治疗 也就是怎么预防了 我们应该宣导的是 要把艾滋病去污名化 然后希望病人定时服药 然后安全性行为 那你不用隐藏 你让大家知道说 我有这个疾病 那我们不会传染给你 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同样用 这个面对麻风病人的态度 去看艾滋病患的话 说老实话 我们一直在复制历史错误的回头路 我是缓缓的妈妈 然后因为缓缓他出生的时候 后来长大有阴囊水肿 然后有去问医生是评估说 如果一岁有愈合的话 那就没关系 那缓缓一岁以后 阴囊水肿的那个复古宫里面的 那个洞没有愈合 然后后来有一阵子是 就是散气变成肠子掉下来 我有观察 因为我不想要这么小的小孩就开刀 然后后来过一阵子 他又自己跑回去了 会不会自己完全愈合好 不用开刀 还是如果开刀的话 最后最大可以到什么时候再开 会比较好 不是 现在电视机前面很多爸爸 自己可能也没看过自己小时候 小宝宝的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给他们 这个大家一点知识上面的传递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缓缓小弟弟呢 她妈妈就对她的那个三角区块 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说 嗨 缓缓妈妈 你好 你好 缓缓 这边坐 嗨 缓缓 缓缓你今年几岁 她今年几岁 两岁 两岁 我们要聊的是她几岁的事情 一岁多时候的事情 那个时候是你发现了还是医生发现 是因为她之前都有阴囊水肿的问题 是 然后会请医生看 后来有一天洗完澡就发现她阴囊很肿 然后医生说那是散气 所以医生还没有说是散气之前 那个阴囊水肿是怎么样 呼大呼小 对 就是都肿肿的 对 里面充满水的感觉 都是肿肿的 一边还是两边 一边 后来有一天觉得两边都特别的肿 对 去看医生 对 他就说是散气 然后就建议开刀 是 可是会觉得说这么小的小朋友 要开刀的话 还要麻醉 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对麻醉敏感 是 过敏这样子 觉得很危险 想说是不是 就可以继续观察 可是不知道会不会哪一天 他就好 不用开刀这样 不过他们都是建议说 立刻开刀 所以你就逃跑了 对 后来就觉得他过 过一阵子自己就好了 对 就没有这样子脏脏鼓鼓的 是 一直到现在 对 现在几岁 现在两岁 两岁 我可以偷看一下吗 好 好 等一下 好了 好了 好 OK 好像可能真的之前真的是散气 因为你可以摸到那个 复古沟有之前散气留下的痕迹 所以我只能 就是还要一直观察 他不会说就好了这样 他其实大哭大闹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 你可能就会看到他够起来 那有人说过他的包皮有问题吗 有啊 也有 就是包筋 然后就是硬推 然后妈妈看就觉得很心疼 为什么要推这么大力的哄 硬推 等一下 是谁硬推 医生 他就说他引导症要开刀 然后他就是用手 对 就这样推上去 而且他也没有消毒 你一次听到了 阴囊水腫 散气引导症跟包筋 好像在三角区什么事都出了问题吗 我后来有问另外一个医生 然后他有很详尽的跟我解说 是 然后他觉得是阴囊水腫 然后有安排超一波 是 他说正常就是大小的话是有对称的 所以引导症 经过超硬波检查 已经证实两颗蛋蛋都掉下来 对 所以他不是引导症 对 那硬囊水腫呢 虽然最后一次有配合的散气跑出来 但是后来也再也没出现了 所以也 这件事也过去了 对 然后包筋呢被推过一次很痛 然后之后 之后我就没有特别观察 想说都已经被推了 也不能怎么样 就是洗澡的时候要帮他 就变成要帮他清洁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藉由这个 黄黄给我们的故事 我们听到了很多名词 有引导症 阴囊水腫 扇气 包筋 都出现在这一块区域里面 小男孩的这一块区域 真的有这么多的问题吗 如果医生告诉你有这些问题 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 我们来看一下爱家个人团怎么说 很多的妈妈都会来我们门诊 然后描述刚刚缓环妈妈讲的话 对不对 我看了A医生 他跟我说是阴囊水腫 看了B医生 跟我说是肾气 看了C医生 跟我说只是脂肪 不要管他 然后他就想糟了 我到底应该相信谁呢 对 会吧 会常碰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想有些小孩子这部分的疾病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动到刀 有些不用 所以妈妈其实在听到 第一个医生的建议的时候 他们会想要寻求第二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绝对是无可厚非的 那就集合两位医生 甚至三位医生的意见 来给这个孩子最好的一个判断 跟处置 所以陈医师 你要不要先让家长们知道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三个名字 膳器 阴囊水肿 还有这个肥胖 至少肿的位置在哪 让我们知道一下 这个实际上 我们大家小男生 这个会有一根尿尿的东西 那个我们叫做阴晶 然后旁边会有两颗 我们常常都说什么 小蛋蛋 小球球 那叫阴囊 阴囊是一块皮肤 它实际上里面会包覆着 睾丸 如果在阴囊跟睾丸中间 有一些些的水分 甚至于是一些些的液体 在堆积在里面的时候 摸起来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泡泡水水的 好像触感 就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稿丸 所以我们就会叫这种 叫做阴囊水肿 但是通常在 诊断阴囊水肿的时候 还是要多注意 刚刚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膳器 因为我们的稿丸实际上在发育的时候 是在腹腔 然后出生之后 它是降到阴囊里面去的 那这个有一个叫做复古沟的地方 它是需要关闭的 那有的时候这个复古沟的管道 它没有关闭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肠子 就会经由这个复古沟 跑到阴囊这个位置来 那你就会看到复古沟也是肿脏的 阴囊也是肿脏的 这时候我们就会说叫做膳器 那在我们外科来分就是 如果它掉到阴囊 我们就要完全行膳器 没有掉到阴囊就要不完全行膳器 那但是水肿的话 绝大部分都在阴囊 对 当然有一些阴囊是可以比较高 我们叫金锁的阴囊 它是位置比较高 也可以在山崎这个地方发现 但是如果是肠子掉下来 大部分它可以是 可以推移动的 如果是水肿 它就像一个水球 固定的那个水球 通常它跟上面相同的洞比较小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水挤完 是不容易的 只有少数它洞比较大的 我们才可以把水挤掉 所以大概 因为它是一个水球 就圆圆的 肠子掉下来不一定是圆的 它就比较不规则 可能比较软 但是你触压的时候 小朋友就会不舒服 但是阴囊水肿 因为它没有肠子 你稍微用力压 它也不太会不舒服 所以王医生的意思是说 假如我们的腹骨沟的头 就是在我们肚子是台北 然后我们的阴囊是高雄 然后这个肠子就从台北 一路滑到高雄 也可能直到台中 对 就是不完全三季就滑到台中 就停了 完全三季就滑到高雄 这样 所以如果滑到台中就是卡在一半 你可能摸到 就是上面这个三角区的地方 腫起来 如果真的滑到高雄 那就是连阴囊整个都腫起来 不过真的 它如果真的滑这么深 真的就像刚刚王医生讲 真的推得回去 竟然洞这么大 它就 就给它挤回去 阴囊水肿跟膳气的差别 就它都同样是一个 我们叫翘膜 圆突下来的 从腹膜延伸下来 膳气的路是比较大的 对 肠子掉得下来 车子开得进去 对 但是水肿的这一条路径 其中有一段是窄的 羊肠小径 是 只有脚踏车 水进得来 但是车子开不进来 肠子掉不下来 只有水进得来 这就是阴囊水肿 好 看到淡淡肿的 对 但是你挤挤挤挤不回去 但膳气通常淡淡 或者是上面是肿的 但是你用力 勤勤挤 用力推 或者是说 比如小朋友 他这边鼓起来了 你如果怀疑是散气 绝大部分 你只要让他平躺下来 他可能几分钟 长久回到肚子去 就他散气的表现出来 跟消失掉 可以在几分钟几秒钟 就表现出来 就完整 但是阴囊水肿 他那个变化 至少在半天 一天以上 才可能会有点大小的变化 讲这个就清楚了 所以妈妈们 只要把你的宝宝放在床上 对 躺下来 躺下来 很快那个就不肿了 他哭之后 大部分他自己会回到肚子去 绝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散气 对 如果躺下来 他也没什么哭 但还是肿的 而且摸起来像一个小球 像一个小球 很多医生会拿手电筒照 对 那个准不准 如果是我们小额外科医师 因为天天目 所以你很熟悉 我们大概手摸就知道 不用手电筒 对 但手电筒有没有好处 就是说一般 不是小额外科专科医师 用手电筒去照 透明的 透光的 就是心脑水肿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睾丸有的时候 会有睾丸癌症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照光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区分 它是单纯的水肿 还是这里面包的 其实有另外一块肿块 是 这时候就要担心 是不是肿瘤的问题 所以王医师 其实你摸一摸 你大概就知道 它是阴囊水肿 或散气或其他问题 对 好 所以我们刚刚 其实已经分辨 大致上分辨 太复杂我们就不提 其实还是需要医生 来帮我们判断 但简单的就是至少位置 位置 躺下来能够消失的 比较像散气 那个底下 这个肿在阴囊的 躺下来不太会消失的 对 如果你喜欢的 你就用手电筒照一照 这个就比较像是 阴囊的水肿 简单的是这样分 那也有可能单边 也有可能双边 所以这件事情 双边就很难了 因为如果说它是胖胖的 两边都肿起来 在它的鸟鸟上面 然后就这样肿一包 这样有的时候妈妈就很难 很难去聊 觉得说到底这两边肿起来 所以当然小朋友 因为胖胖的 我们说 父母肛那边的脂肪 比较肥厚 它就像我们小孩子 的汉令一样 对 那个汉令就是要四五岁 才会消 一样 在这个地方的脂肪 也是四五岁以后才会消 是 当然现在因为 现在小朋友运动少 吃得多 很多看到到小学 也没有消 很多 我们要比较两边 绝大部分它 很少是两边一起出来 大部分是抹一边先出来 所以即使它那边胖胖的 我们可以 比较两边的高低 来看 OK 所以如果是胖 两边都一样肿 可以摸摸 然后摸起来软软的 摸起来软软的 它也没有不舒服 那大概就是油 所以如果只有一边肿 一边不肿 那你还是想 我们刚才讲的 散气是比较可能的 好 这三个 哪一个是需要马上开刀 哪一个是可以等一等 以手术来讲 就是需不需要手术来讲 就是散气的话 大概 确认是散气 我们现在认为它 唯一的治疗方法 就是手术 对 那如果是阴囊水肿 那 阴囊水肿 我们每个小男生出生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水肿 因为它就是一个自然结构 对睾丸是有一个 秤电 固形的一个保护作用 那但是它这些水肿 大概在一岁以前 八成五以上都会消掉的 都会缩小的 那如果说这个阴囊水肿 到了一岁以上 还没有消失 好 那大概也就要当作散气手术 就是 我们认为 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消失 表示它上面那个 虽然很维系的通道 但是那个通道还是存在的 它还是必须去关起来 我就很好奇 一岁以后不关会怎样 就多那个股胸可以更久一点 但是那个股胸会越变越大 因为在台湾这边我们大概医疗很方便 大家都有做了 那几年前我有去那个肌理 我们大概坐得多大人 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那个要手术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 二十几岁 甚至于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的先生 他没有三七 但是他那一包硬朗水肿 真的就像一个芒果 或像一个木瓜那么大 解惑了 我常常以前都觉得 里面有水干嘛要手术 对啊 因为我们有些觉得说 这一点点管它干嘛呢 对 也不一定要做 但是去那边看到之后 你就发现说 这个水肿是需要手术 明年就变成荔枝 后年变奇异果 大后年变木瓜 不过在那个 我们讲说比较落后的国家 有时候要成人那个水肿 有时候要考虑另外一个 叫血湿虫 对 血湿虫 然后它堵到就是像 之前那个无卵头夹 这样的一个地方 大概有可能那个会肿到 那我们肾脏科 看到这种阴朗水肿 其实我们第一个 会先按它的脚 我发现其实不同科 它们比较连续解答是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们会怕的是 小朋友的一些先天性的一些 我们讲说一些肾病症候群 大量的蛋白尿 其实它除了累积在脚之外 它的睾丸也会水肿的一大包 可是这个的 就变成不是外科的问题 它必须治疗它的蛋白尿 不过这一类的 其实比较不会是单侧的 或者说它很容易 你脚会有按压性的水肿 这样子 长姿势了 所以有的时候阴囊水肿 根本不是肿在阴囊 是全身的卵鼠肢都在肿 但是肾脏的问题 在PE上那时候有差别 对 在我们的临床检查上 如果是肾症候群的 那种阴囊肿脏 它是皮下组织肿脏 大部分不是HydroSea 那个有点差别 所以缓缓妈妈 刚刚听我们王医师 精辟的解释之后 你有没有突然豁然开朗 觉得原来小时候 你的那个缓缓小时候 它那个根本就是 就是躺下来看一看就知道 听得懂吗 就是阴囊水肿跟肾气 跟肥胖的差别 你已经完全了解了吗 我了解了 了解喔 好像讲讲就变得好像比较简单 我刚刚在他家 我还想说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解释 所以你小时候 看他躺下去的时候 会消失吗 那个鼓起来的 躺下去阴囊水肿还是在那边 还在吗 嗯 对啊 他后来再长大之后就消失了 是 我在缓缓那边摸他那个复古沟 有我们以前学生学师 学到的silk sign 就是摸起来好像是 丝袜然后这样 他真正的全名 英文来讲是silk growth sign 是你戴了一个手套 去摸一重视线 不是单一条视线 一重视线 那因为小朋友的 输精管跟血管很细 那他脂肪很厚 所以你几乎是摸不太到什么东西 那当你如果说用手去摸 你觉得摸到粗粗的一个东西 会滚来滚去的那种感觉 感觉到一重视线互相滚动 对 那就表示说 他很可能是有个散气带 跟他贴在一起 所以才会有这个滚动的感觉 那当这个silk sign 因为他是比较主观性的 而且经验性很重要 对 比如说我天天摸我摸个五年 我可以大概判断 当然因为他主观性很强 那医生的分别性很强 所以在我们的教科书 现在不太以这个为一个 重要的教育 而且还有三四岁以上 就比较不准了 因为三四岁以上他的 变粗了 提高基础变厚了 他的输精管血管发育变粗了 那时候你摸出来 16x3是不准的 但小小孩也不准 他才两岁 我有稍微摸到 不過反正也没有摸到 你有摸到粗粗的 我有 而且是单边 爸爸说他的阴囊水肿已经消失了 对 这个是合理的 就是他有一个阴囊水肿的时候 他那个水肿慢慢退化的过程 这个水肿的这个膜 有一些纤维化 所以你摸起来会是粗粗的 比一般还要粗 但是它是退化的阴囊水肿 所以刚才我们说阴囊水肿 那一睡以后 如果还没有消 你会可能会选择手术 那扇气是见到就手术 对 因为扇气是有危险性的 而且我们认为他就不会好 所以就会建议找手术 不手术会怎样 推一推就回去了吗 不手术会怎样 如果不手术 原则上来讲 绝大部分可能百分95 99吧 他那个洞会越来越大 因为肠子慢慢掉 当然少数的人 少数的人说本来真的有扇气 他后来就不见了 长大就不见了 那也是可能的 因为扇气有可能有那个洞 但是我如果外面的肌肉 长得比较强壮的时候 他只可以帮他暂时挡住 我们小孩子是肌肉越长越强壮 所以他可能就没有症状 到小学 国中 大学 成人 结婚 生子 最后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体力变弱了 肌肉变退化了 那个力量松了之后 他可能到老了 他又再出来了 但是小时候的这种扇气 会不会那个肠子掉出来 然后突然卡住就回不去了 其实前断性三七就是 就是他自己不会回去 我们就叫前断性 对 其余其实也不算很低 当然也不算很高 不过一般的小朋友 那就不定时炸弹了 你也不晓得谁会卡住 谁也不会卡住 对 但是他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但是危险性却跟年龄 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新生儿 他不会表达 又是一个新手妈妈 不知道小朋友为什么哭 所以他很难去区分 所以新生儿的前断性三七就很危险 当他卡住的时候 因为假设肠子坏死 也是要一段时间 只要他会表达 大概都来得及治疗 所以我们没有碰过那种 大小孩什么肠子卡死 没有 有卡住 但是我们都来得及去处理 但是新生儿却 一年或两年 大概总会碰到一个肠子卡到很严重 但如果妈妈说可以再等等吗 王医生你会让他等吗 尽早排 不要拖太久 比如说你说家里有事 小朋友感冒 等个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一个月 两个月 我觉得还OK了 拖拖半年 那个动会越来越大 那动越来越大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手术的时候 你的手术复杂性就会高一些 那他复发机会也比较高 因为他动大了 那个动大的意义 不只是那个散气膜的动大 肌肉也被称松了 所以他复发率就会变高 好 所以一个是一岁 一个是见到就开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每个妈妈都会问 好了 那就算我听你的话 手术会不会有危险 危险包含两个 一个是手术本身 一个是麻醉 对 其实这种手术 对小Rike的意思来讲 是一个很平常的手术 三个月大以上的小朋友 对 我们就不用住院 麻醉 全身麻醉 手术完就回家 这样子已经30年了 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危险性不高 如果它危险高 我怎么敢不让它住院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 各式各样种出来的东西 该怎么样处理 但是这个 妈妈还有问到一个就是 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摸不到的 一颗淡淡没摸到 引稿症 这个是 你有看过有成年人 有 少一颗 其实我们讲 睾丸跟我们肾脏 其实在胎儿时期的时候 是差不多的位置 它在我们的后腹腔 这叫消失的蛋蛋 蛋蛋为什么会消失 因为它会跑的 它在我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它就有往下往前 被那个叫睾丸细带 还有我们一些荷尔蒙的关系 往下往前跑 大概到七个月的时候 就跑到我们的腹骨沟 然后大概九个月 就会掉到我们的那个袋袋里面去 所以如果说你早产儿的时候 有可能在它的那个路径里面 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 所以早产儿产生那个叫做 引稿症的比例就相当高 但是这个到底它会不会跑出来 这个大家就很难 因为怕妈妈真的 我是觉得我可以理解 爸爸妈妈的压力 因为怕这个东西 第一个牵测到传宗接待 第二个你的小男孩长大后 会不会怨恨你一辈子 其实当然我们不要担心的是那种 等一下王医生可能两侧性的那种引稿 可能会真的是要积极的一些治疗 那如果有发现 比如说小朋友出生之后 并没有看到有那个 我们讲说袋袋里面没有那个稿丸 事实上是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它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 就慢慢慢慢掉出来 那到成人的确也是有一些 这个不过这个是很危险的 我们讲一个稿丸在我们阴囊 跟在我们的腹腔 完全代表不一样的意义 就因为我们腹腔的那个温度是比较高的 那阴囊自己会调控那个温度 那他们后来有发现说 可能到四岁之后 那个他们去做那个切片 就有发现有些纤维化 这些晶圆细胞 都已经已经比变得变性了 变得也不好的细胞 那到过了青春期 甚至有一些癌化的一些危机 所以这个事实上要特别小心 如果小朋友 到底有没有掉下来 要多观察一下 所以这个刚才我们洪医师讲的 就是我们看到 原本我们胚胎的时期 应该是说在胎儿的时期 我们单单可能是在肚子里面 然后藉由刚才这个管子 就一直滑下来 如果滑到中间就不动了 那就叫阴稿症 如果滑到最底下 那就是成功到达我们终点站 为什么医生的时候老师会 你怎么一下摸得到 一下摸不到呢 所以正确摸蛋蛋 到底该怎么摸呢 就是说新生儿生 我们出生的时候 大概一般护士都会去检查一下 如果那个时候就 真的没有看到蛋蛋 我想那就确定 它真的是阴稿症 阴稿症 或者是你刚出生一两个月 因为那时候有阴囊水肿 蛋蛋一般不会跑 就正常的 我先讲正常的 它不会跑 但是到了大概早的话四个月 或慢一点 大概六个月开始 我们小朋友的提高肌 开始运作了 提高肌运作之后 就有一个我们叫提高肌反射 它害怕或是 提高肌就是一条肌肉的意思 就是会让膏丸收缩的 热的时候它就放松 膏丸就下来了 冷的时候它就往上缩 或者说你想要去摸它的时候 它紧张它就会往上缩 所以常常父母就说 怎么以前明明有淡淡 最近就常常不见 其实就是因为那膏丸在收缩 这个提高肌在膏丸上面 有一个肌肉 冷的时候它就缩起来 对 或是紧张就缩起来 对 其实不同医生检查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个医生的手是比较温暖的 可能第一个医生没摸到 第二个医生的手温暖 他就摸到了 所以这个是常有的现象 OK 好 所以这样反而讲 刚出生的那个医生摸到有 应该就是有 因为早产 因为它这个降下来的过程 还没完成 对 所以它有机会再继续降 是 但是如果对于主月产的小朋友来讲 一般在我们民窗上观察 就是它主月产 它一开始就没有摸到 对 这个蛋蛋大概绝大部分 不会再往下降 真正营稿症 再掉下来的 没有 但早产会往下降 好 你的蛋蛋从台北开到台中 停住 早产还有机会慢慢再到高雄 如果你是主月的小孩 出生的时候 它卡在上面 大概就不会下来了 对 那什么时候开到 最早大概是六个月 靠近腹腔它的温度太高 它细胞会有变性的这个情况 以前是认为四岁 后来认为两岁 对 那现在进到说 可能六个月它就会有变化 大概原则上是六个月就可以开 我们大部分是在六个月到一岁之间 六个月到一岁之间 六个月到一岁之间 好 大概就是这个死范围内 如果一直摸不到 那最晚 超过两岁开就有问题了 就比较不好 对 就认为它细胞的 就它内肌原细胞 或者是它的那个 Sertlice 那个基质支援细胞 它会 它会开始变性 是 那以后它产生的精子的品质 可能就不好 以后 一辈子 对 对 以前是认为你 有没有手术 那个癌症发生的比率 是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现在新的一些认为 是认为说还是有差别 就是早一点做下来的 那癌化的比率是比较降低的 那有没有开这个引稿 会不会有副作用 有 它不是一个危险的手术 但是它非常精细 是 非常精细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它这个睾丸没有降下来 其实大部分没有降下来的睾丸 它在比例 就有一定比例 它发育就是比较差的 对 我们的血管是从肾脏的那边 血管延伸下来 或是 右边到另外一个系统 不过它那个血管如果不够长 我们这个睾丸是拉不下来的 对 所以我们搞完做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 它能够到达什么位置 跟它的血管的长度有关系 开完引膏症的 它的睾丸萎缩的机会 就全部萎缩的机会 大概是2%到3% 那部分萎缩 就是它后来变比较小 大概有将近20% 所以它是有它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因为跟前面比较说 你如果不手术 它细胞变性这些比较少 大家还是会选择手术 的确啦 2%20%总比整颗坏掉还要好 幸好今天缓缓不需要手术 但如果今天医生跟你说 假设是需要手术 那你听了王医师这样解释之后 你还会很紧张吗 还是你会在想问什么问题呢 解释之后就觉得不太需要担心 因为只是就是小手术 只是会比较害怕的是 那麻醉的风险 因为小朋友 小朋友他没有受过麻醉 不知道会不会有麻醉过敏 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都担心这一点 对啊 王医师 问得好王医师 刚刚说了手术的可能的风险 没有讲麻醉这件事 那其实当过敏的问题有啦 可是我们对麻醉当中 因为过敏而造成的危险性 这个过敏的反应 跟我们一般说你吃花生 或吃虾子会起疹子 那个其实不一样 我们讲的是一个过敏性休克的过敏 那是对药物过敏的那种反应 那那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少 统计上可能是五万八万分之一 对 因为我真的没有听过 就是儿科的病人真的麻醉休克 就是有的时候 好几年前谁谁谁 就很久很久一个 是不是反而是成年人 比较容易药物过敏 小小孩比较少 我不知道 我只是好奇这件事情 反而是成年人比较容易药物过敏 小小孩比较少 我不知道啦 我只是好奇这件事情 我们自己的经验中也非常非常少 偶尔看到的 顶多就是上新闻 上报导说去做个医美龙笔 或者说真的是开了什么刀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少 只要是有经验的麻醉科医师 跟小小孩科医师 几乎风险非常非常的低 对 我自己的解读是 我大概陈医师可以补充 就是你今天如果要因为某一个东西 然后让你过敏到休克 其实你的免疫系统是曾经 已经遇过的 他可能之前碰过这个东西 然后讨厌他 然后你的免疫系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抗拒 说下次再来这个东西 我就把他赶走 那这个经验是 应该是随着你年龄越大 你的那个 这个过敏的几率反而是越高的 那小小孩都很单纯 他免疫系统都还傻傻 傻乎乎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些东西 这些不管是麻醉药或其他 对他都是第一次的接触 他没有排斥的那么的严重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NFDX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中文要怎么翻译 就共鸣休克 共鸣休克 OK 那这种其实他可以第一次接触就发生 有的时候家属有问到 他们很担心的时候 我大概就是用 我们几年前不是有一次什么 南美洲标什么流感 我们全国在打那个疫苗那一次 那次全台湾打了两千多万个疫苗 对 那好像最后发生了 一百多个全台湾报告的那个案例 对 那最后证实有关系 好像只有二十个还是十几个 那我们的麻醉药物 或对其他药物的这种过敏性休克 大概是这样的比例 我们在每家医院的开刀房 麻醉医师 在这个环境下 其实大概一个医院 他急救能力最强的就是在手术室 所以统整一下对麻醉的这一个疑虑 第一个就是 现在的麻醉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它造成副作用的风险已经降低非常多 就算发生它的几率也是少到 我们在座的人 其实都没什么人通过 第三个是 在开刀房里面 基本上是所有的急救设备最充足 也是最及时的位置 但是那个麻药 会不会对脑袋 就是长大以后 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笨 谁晓得 其实大家小朋友 在大脑中枢神经系统 还没有发展完全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强力的 一个镇定的药物 其实就类似 你让小朋友宿醉一场 那会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这个比例是非常低 所以我经过麻醉科医师 跟我这样子谈 其实我大概就可以比较安心了 所以我觉得事实上是 医病关系事实上是沟通 跟其实让家属安心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黄黄妈妈还有 像刚刚我们这样讲 还有对这个淡淡的部分 还有不了解的地方吗 都清楚的解释 医生都解释得很清楚 我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 淡淡的问题 可以 其实超音波做的准确度 我是真的觉得不高 那个不高 因为你超音波 你沾了一点Jerry 你录下去 它就凉凉的 它就一定说上去了 有道理 所以你就看到超音波 看到都是睪丸再高的 那就真的有医生 就凭借着这个就说 你睪丸太高了要开刀 这样是不是很准确 所以最好的 其实家长如果要在家里自己检查 就是我们说泡热水 就应该洗热水澡 就坐在热的水盘里面 然后你看它淡淡 就放松下来了 伸缩性睪丸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变异 就是我们有人说你的手 几公分才是 手臂几公分才是 长才是对的 我的80公分 它的100公分 对 那当在伸缩性睪丸 跟真的影睪症之间 有一少部分是需要很仔细去摸 那就需要经验 就是回家可以自己检查 就是泡热水了 所以在家你可以躺下来 看看孩子的蛋蛋 你可以泡个热水 看看蛋蛋有没有掉下来 其实这些都是居家里面 爸爸妈妈自己可以做的 所以超音波不见得 比医生的手 或爸爸妈妈的手还要准 我们这个 再去下一个家庭 它是在讲蛋蛋以外的地方 就是那个孩子 可能对包皮有点疑虑 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说 哈啰 德西妈妈 你好 你好 嗨 你们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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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德西 德西 是吗 德西 妳是什么 德西 德西 好棒 今天一定没有德意的事 因为我们要聊的是包皮 对不对 是 是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她从小时候 因为我婆婆经验很丰富 是 她大概像前前后带了十几个小孩 她就小时候她就跟我说 弟弟的阴晶好像有点小 她觉得太小了 对 然后我们大概在快一岁的时候 有给林口长哥的主人看过 然后她是跟我说一个专业名字 可是我忘了 然后她是说好像不管再怎么打都要开 就是把包皮疙瘩 OK 她说有一个什么锥形 就是栽埔鼓勾那个锥形 对 后来因为我们就是急经考量 还是想说太小算了 再观察 还可以观察看看 后来没有开 没有开 可是到现在觉得好像 size有大一点点啊 完全没到就太夸张了 是 对 但是还是这个样子 那比较困扰是因为她最近 可能男生有勃起的一个部分 最近她就说妈妈会痛痛 那我确实看了是 好像前面有比较包紧的感觉 那我看一下现在 是 是 你找前面一点 帮妈妈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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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妈妈会消 对 但是她前面讲话也算是短 因为阿嬷子说是短 没有 可是真的跟别人家的弟弟 长得不一样 没有 但是这个包金的事情 还有她这个阴晶包买的问题 是不是需要手术 或者是将来会有什么样的 困 这个后遗症 对 那我们就看一下 艾家棍团给什么建议 我们这个讲完蛋蛋之后 现在来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 小朋友这个包金 其实是蛮常见的 应该是说正常的小孩出生都是包金 对不对 陈医师你有常常在门诊 听到人要问你有关包金的问题吗 会 非常常 但是我们自己 因为这个小朋友来一个月 两个月 四个月六个月打预防针的时候 我们自己尿布解开来看 就会讲到怎么样照顾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直接解释 有的时候妈妈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 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 大部分在三岁以前的孩子 实际上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正中央这一根 其实我们叫做阴晶 那上方这个地方 其实叫做龟头 那它的旁边 其实在小小孩 三岁以前的孩子 其实它是有一层皮肤 叫做包皮 那包皮在三岁以前 如果它是包金 就是它的开头太小 我们没有办法帮它拉扯开 让整个龟头露出来的话 这个就叫做包金 三岁以前的确都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说你的孩子是 这个包皮是盖住龟头的 但是它的开口并不是太小 它可以拉扯开来露出龟头 那这样子都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这个没有关系 那如果你是拉扯下来 没有办法露出龟头的 这叫做包金 那我们通常都会提醒很多妈妈说 你不要硬把它拉扯开 这其实我们都说 有些妈妈就说 我一定要让它出头天 这个龟头要露出来 我都觉得说不需要 这个包金 它实际上就是前面这块皮肤 那拉扯的时候 前面这块皮肤的开口太小了 其实我也非常同意陈医师的做法 我都觉得说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现在的家长 都会想要把它扯下来清洗 所以第一个讯息要传达 只是说 小婴儿包金是正常的 清洗它的时候 不要用力往下扯 用力往下扯 看过很多撕裂伤 我看过很多撕裂伤 王医师应该也看过 我也看过很多 另外就是我们平常看到撕裂伤 也不一定是父母去推的 小朋友勃起的现象 勃起的现象 其实出生就可能会有 当分新生儿比较少见 当他长大之后可能 一般大概半岁之后 就会常常 每个人不一样 就有人就开始比较早 那他如果本来比较紧 但他在勃起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自己就把它撑裂一点 也是可能的 对 不过那个几率应该比较低 比较高的是那个 两三岁在借尿布的 一直扯 那个才是那个小孩自己造成的 但不过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爸妈妈自己 对 爸妈妈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请大家清水冲一冲就好了 也不要用肥皂在那边洗嘛 就是清水冲一冲 那个有没有出头天都不重要 等它慢慢时间长大 它自然而然就会跑出来了 好 那第二个 有一些外科医生就说 那我们就 这个一刀两断 干脆就一劳永逸了 就出生就把它包皮先割了 为什么会有些医生觉得说割包皮好 有些医生像我们儿科医生有的时候 就在等等 没什么关系 其实说实来我是反对出生就割 反对出生割的原因 其实有几个 一个是小朋友刚出生 其他包皮的形态 就是绝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 其实也没看过很多小朋友的小鸡鸡 所以到底它的变化 那种范围到底在哪里 其实不是很清楚 对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曾经碰过的 比如说 这个小朋友 他的尿道是不正常的 对 他是尿道下裂的 那他的包皮当然也就不正常 可是如果医生并没有认识这件事情 却把它上面多余的 我们叫前皮 Full skin 这个东西 把它剪掉了 但是他尿道下裂以后的重建 是需要这个多余的皮肤的 那第二个是说 包皮应该对我们人类 还是有保护的作用 如果他留着是没有用 我想上帝就不会给我 对 对 我会碰到 当然最近几年没有 但是早期大概一年 会碰到一个或两个 就是他磨到磨受伤之后 尿道开口 就有可能会有下斩的现象 有碰过这样子 对我对割包皮的认知 也都是来自小孩外科医师 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也是不赞成太早哥 家长都会觉得极早哥 可能他的成虫长得 会比较雄壮一点 这个是一个 可是我要这边讲 其实这个跟你的那些 基因营养有相关 哥不哥跟雄壮不雄壮 没有直接相关性 第二个雄不雄壮 跟将来的幸福 也没有直接相关性 所以这不用献这个迷失 第二个比较实际要考量的是 清洁的问题 爸爸妈妈经常会带来看诊的 事实上那个是非常 照顾小朋友的 它只要多 让小朋友多喝水 然后多清洁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担心有一层 那个叫尿垢 那个叫做白白的尿垢 事实上我们去看 那个很多都是一些磷酸 因为水喝少 它磷酸也会累积 我们尿液里面有一些磷酸 它就会成了一个白色 白色它吸了一些尿 在里面之后 经过一些细菌发酵 它会产生很恶臭的一个味道 就像它会吸水 而且我们一讲说 所有的把它割完之后 你确定小朋友 没有得到一个不好的一些副作用 包括它的心理 我们刚刚讲说 除了摩擦它会疼痛 是不是在这段期间 它反而造成 幼小心灵的一些 它的一些负荷跟一些 那反而得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反而是不对的 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包皮垢 就想说我现在只是清水充充 那里面一定还很多 我一定要把它全部都弄出来 然后之后我就撕裂上了 但不是化膿 白色就是化膿 白色就是化膿 但其实不是 那我们讲科学的一些 医学的一些证据 的确 尤其额科医生应该都知道 就是美国额科医学会 其实不反对隔包皮 他们觉得说 如果你确定没有尿到下裂 等等 如果包皮在你 能确定它没有尿到下裂吗 我这件事情很好 其实我们在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我们的包皮分外皮跟内皮 包皮 刚出生的时候 包皮的内皮跟龟头 其实是黏在一起的 黏在一起 它本来就是密封的 所以硬扯下来是很恐怖的事 是两层皮撕开就会破皮 我有另外一张图 就是它两层上皮 其实它慢慢是会分开 就是说 它在这两层皮中间 它会有脱落的细胞 那还有就是一些 大概一些 就是残余的组织吧 它那些细胞 会慢慢慢慢累积 就脱落的那些上皮 最后就形成了包皮膏 就是我们常常白白 有的时候 家长就会觉得说 我什么冠状棚里面 有一颗白色的 好像一个总块 一个白白的东西 其实那就是包皮膏 那当这个包皮膏 就慢慢累积之后 这两层皮就分开了 其实那个包皮膏 就是我们包皮分开的 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你勃起的时候 它皮会撑开 慢慢往外退 大概这个过程 绝大部分 在三到十岁之间 有人早一点 三岁就开开 有人大概十四岁 十五岁的 八十的青少年 对 皮就已经完全分开了 是 那刚才宏医师讲的 那个就是说 有的时候会有脏东西 跑进去 就在我们这个皮 分开的过程当中 它本来完全密封 所以里面是无菌的 不会发炎 是 但当它在分离的当中 它里面有这些包皮膏 然后某一个路径 已经完全分开了 细菌就会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 就可能引起 我们所谓的包皮龟头炎 那那个包皮龟头炎 就是 其实最重要 还是多喝水 是 就是你多喝水 尿到口附近的细菌 就会被冲干净 是 我就曾经看过一个数字 就是说 如果是小小孩的话 反而是有割包皮的 它的包皮龟头炎的 几率反而比较高 就是外面 就是外面发炎几率 没有割的 反而小小孩的部分 是外面的 这个包皮龟头发炎几率 反而比较低 其实也印证了 刚刚王医师讲的 有些可能是尿部摩擦 造成的发炎 对对 有些是因为它的这个 本来是无菌的这个包皮 现在变成有菌的一个状态 那长大的成年人就不一样了 可能那个包皮够 就需要稍微清洁 我觉得小朋友 事实上他一层皮 给他包在那边 事实上反而是一个 保护的一个作用 你干嘛去把这个保护措施 硬试给他扯开 然后变成一个很敏感 又摩擦到 其实不止尿部 很多的东西事实上 很容易一些细菌的感染 什么的 黴菌的感染都跑过来 对 但我觉得其实 我们讲人体如果是一个宇宙 他自己会照他该走的路去走 不要去压苗助长 很多妈妈会隔着包皮 看到说 为什么里面一块白白的 像一颗小球在里面 摸起来软软 那什么 就是包皮够 刚刚王一直讲很清楚 这个包皮够是 渐渐渐渐行程 要把你的包皮里面两层皮 撑开 它是正常的 有一些医生就会说 有啊 有证据 我们儿科医学会 美国儿科医学会说 如果不割的 这个小宝贝呢 他的这个 我们说泌尿道感染 你看不到的地方 是膀胱以上 泌尿道感染 几率会增加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 是不是全部都要怪罪于说 我们的包皮 其实倒也不是 我们有很多 会造成他比较容易感染的 譬如最有名的就是叫做 膀胱输尿管逆流 对 照理说我们应该单一方向 腎脏输尿管 膀胱尿道 这样排出去 可是 常常我们的输尿管的一些瓣膜 还没有成长 我发育完全的时候 你用力他会往上跑 这个倒是一个小男生 经常产生感染的主因 另外一个是尿部的照顾 不是很好 就是说换尿部的频率不够 妈妈在清洗的时候 过度的清洗 或说不正常 小朋友有一些坏习惯 去抓那个地方 这个反而是主因 包皮是否是 其实很多研究都发现 其实包皮过长 跟小朋友男生的蜜药道 并不是一个直接相关 小朋友的蜜药道感染 大概一岁以下 大概千分之 就是如果有割包皮 大概千分之二 那没有割包皮千分之七 那就为了这千分之五 把剩下995个包皮都割掉 我是觉得这个算盘 实在怎么打都不太对 其实很多的蜜药道感染 它的那个小便根本 里面的细菌根本就不是 膀胱的细菌 是包皮口的细菌 对 所以这个留小便检查的方法 其实很多种 有些是准确 有些不准确 对不对 我们要治疗的是这个孩子 不是治疗任何数字 对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留小便 其实留出来有的时候 那些报告也只能做参考 对 甚至有些人 留到尿尿报告出来 烧也退了 对 有的时候还真的不见得 是真的明确是蜜尿道感染 幸好我们台湾的儿科医学友 好像没有特别说 一定要割包皮 没有啦 我们毕竟犹太人比较少 但是就是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的确有些医生会说 美国儿科医学友说 割包皮 好处有喔 会减少没有到感染 那我只能跟大家讲 就减少那千分之五 我个人觉得至少 割包皮这件事情 并不是小婴儿必要的选项 不割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如果最后选择割了 你觉得割了人 又心里比较舒服 找一个好的外科医生 没有手术的副作用 好啦 好像也就这样嘛 你就做了就做了 我再讲一个好玩的 刚刚提到心理层面 有一个研究说 小时候做过 就是很婴儿 小婴儿就是割包皮的小孩 将来在打疫苗的时候 因为他对疼痛的感觉特别敏感 所以他大脑还没有成熟 他只知道痛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白袍恐惧 对 他就那个疼痛感是存在的 所以下次每次一痛 又来了又要再割我一次吗 他就会盖盖盖一直哭 他搞不清楚 其实这只是痛一下一下 这样 所以对儿童来讲 还是有一些状况下 我们会希望他把这个包皮处理掉 这个前提就是要看王医师了 有时候我们会 转过去就说 王医师这个要不要割这样 OK 我们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是他没有问说包皮要不要割 他问你说什么时候改割包皮 我们割包皮当然有不同的原因 那如果你今天是宗教 你家里非常虔诚 你就去割了 那如果爸爸就一辈子 因为有包皮 他就觉得他非常不好 他可能就叫小孩子去割 那是他个人的意愿 就是如果他不是一个医疗吸引症 就是他该割的情况下 他要去割包皮 那种没有时间限制 你爱什么时候割 你怎么割 因为你要割 对 特殊情况下就是说 有些人他因为他真的反复发炎 他反复发炎之后 他就结疤痕 或者就像刚刚说的 因为妈妈去推包皮 推了之后结疤 结疤又就变得越来越紧 他尿尿就尿不顺 尿尿就很细的 那个包皮都会先 尿尿的时候 包皮会先鼓起来 像吹气球 尿才出来 那这个时候表示他包皮的开口 真的太紧了 你这个压力一定会 对到膀胱去的 所以你膀胱 就会长期受高压 这样对膀胱是不好的 是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 已经结疤的这种 那应该要割包皮 才能减少他上面的问题 所以先别扯他的包皮 你已经扯了结疾 那就只好挨这一刀了 对 那还有就是说 一直反复发炎 虽然他尿尿都是顺的 但是那个局部就是 有一些是 在我们经验上 有一些是 异味性皮肤炎的小朋友 我们叫 硬化性的那种 湿疹皮肤 在那边就会结疤 那那种情况 也应该要割包皮 也是因为太紧了 对 那再一个就是 有比较特殊的包皮形状 对 就是我们叫 那一般的包皮是长长的 都是皮过长 对 那这种皮过长的 是因为他皮太长了 你怕不好清洗 或他前面狭窄 那包埋式阴巾 刚好是相反 他是皮不够 对 就在他天生发育的时候 这个包皮的皮太少了 所以他的阴巾 就被压在这个山底下 对 他就被压在脂肪里面 那这种包皮 因为如果是真的非常典型的 那那种我们认为 还是应该要找个包皮 对 因为他的开口太小 对 他以后长大的时候 他自己出来的机会太少了 对 所以那种大概会建议大概就是 可能半岁或一岁左右 就可以考虑手术 他是需要用那个 因为这包埋式阴巾的包皮 它皮不够 它的外皮很少 但是它内皮很丰富 我们在手术的时候 是要帮它整个 等于解放开来 好像剥香蕉 整个剥开之后 利用它的内皮 做一些整形 这样的皮半的转移 是 它才能够包住 所以包埋式阴巾 就是这个 你的前面的皮实在短到 你整个 整根都埋在里面了 对 也没有伸展的空间 这个状况下 也许两岁 严重的 一岁多 那就可以 就可以处理 这个时候割包皮 对 那还有刚才讲 反复发炎结疤的 这类都可以割包皮 但有一些如果是小科医师 跟你讲 你这个 这个密钠道感染太多次了 每次都肾脏发炎的 也许跟你的包皮有关 这种也会割 所以都是很特殊的状况 医生会跟你讲说 这个大概要处理了 那手术碗 它复原要很久吗 还是很快 手术后的照顾上来 有蛮多的进步 以前就是 盖一个小指輩 当然那小朋友会痛 那我们现在是 手术完之后 会用人工皮包住 包住的话 因为人工皮 就包住 包皮硬筋之后 它就跟其他的裤子 就分开 所以它不会直接摩擦的疼疼 所以我们小朋友大概 可能第一天第二天 比较痛吧 一般我们假设是 幼稚后小学哥 大概第一天手术完 第二天在家休息一天 第三天可以去学校 好 我们今天也谢谢两位妈妈 特别提供他们 小男生的这个器官 来跟我 让我们来抛砖引玉 来讨论 我们从外面 一直到里面 从圆的到长的 我们都讨论完毕了 希望能够给家里有 男宝宝的妈妈妈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爱家 郝医生 也欢迎有0到18岁的孩子 有任何的身心灵的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 制作单位联络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